哲学家尼采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精神三变理论 意思是说 一个人真正的成熟 往往要经历精神上的三次蜕变 一变是成为骆驼 别人说什么 自己就做什么 在人生路上负重而行 二变是成为狮子 这个阶段人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 敢于否定 敢于追求 三变是成为婴儿 从身体到内心摆脱外在价值观的趋潜 使整个生命获得新生 如果说 骆驼到狮子是他律到自律的转变 那么狮子到婴儿 则是行为自律到精神自律的蜕变 其实 一切的自律 本质上都是精神上的自律 能控制好自己精神的人 才能控制好自己的人生 人与人之间 不同的心态 疏忆的格局 往往就是在这上面体现出来的 保持清醒的思维 拿破仑曾说 一个能时刻保持头脑清醒的人 胜过十个攻城掠地的将军 遇到生活中的麻烦 我们常常会担心能力不足 阅历不够 但实际上 真正让局面覆水难收的 往往不是看似艰巨的挑战或困难 而是一些之后看来不值一提 当时却没能够清醒对待的小事 如果说 能力决定你能够走上哪条路 时刻保持清醒 则决定了你能够走多远 听过这么一个故事 一场野外拉力赛结束后 冠亚季军一起接受采访 有位记者指着冠军手里的奖杯 开玩笑道 如果这个落在沼泽边上 那么他离多远时 你有把握开着车去渠道 季军想了想 三十公分吧 亚军耸了耸肩 自信地说 二十公分就够了 人们满怀期待地看向冠军 却听他说 我只会远离沼泽 离得远远的 常言道 善骑者坠于马 善水者腻于水 解决麻烦的根源 在于时刻远离麻烦 这是一种人生的清醒 如果失去清醒的判断 那么无论技术再好 迟早也会有翻车的那天 乘入一句老话所言 只要思想不滑坡 办法总比困难多 也能通过调分履息 逐渐找到破局的方法 相反 是才放旷 被以往的成绩 冲昏头脑 非但发挥不了真正实力 还可能任由一件小事 带来无可挽回的伤害 为人处事 唯有行掩跃事 才能行稳致远 减少精神内耗 作家李尚龙 曾分享过这样一个故事 当时他还是英语老师 为了实现当作家的梦想 每天都利用空余时间 努力自学 有位朋友深受鼓舞 说自己从小就想当摄影师 过了一段时间 李尚龙问朋友 摄影的事 你做得怎么样了 朋友坦诚还没开始 问及缘由 便回答说 还没准备好 李尚龙好奇 那怎么才叫准备好呢 朋友置之勿勿地说 要么不做 要么就做到最好吗 总不能稀里糊涂就开始吧 几年后 李尚龙写出了畅销书 成功改变了命运 那位朋友 则仍然停留原地 酝酿着所谓完美的开始 人生最可悲的 是有过跃跃欲试 却拿时机不成熟 做借口 如果不能做到精神上的自律 就无法提高自己的行动力 最后一事无成 认知突围里 有一个成长 机会曲线 表示每个人生阶段 都要经历漫长的积累期 当你的成长积累到一定程度 触发相应的机会 才可能跃升到下一个阶段 可如果你连成长的第一步 都没有踏出 就永远达不到触发机会的条件 只能一直停留在原有的圈层里 作家铁宁曾说 我们都太喜欢等 固执地相信 等待永远没有错 而美好的岁月 就这样一日又一日 被等待消耗掉 人生不像做饭 不能等到万时俱备了才下锅 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前一秒和后一秒的世界 就是不同的 而每个没有抓住的当下 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所以 趁着还有大好年华 别再把精力浪费在 反复纠结的内耗上了 无论是宽阔平原 还是荆棘小路 人生就像脚底的路 走下去才会有延伸 管好自己的情绪 古人常说 喜时不争 怒时不争 一个人最该避免的 是自己的言行被情绪左右 高兴的时候 对什么事情都夸下海口 回过神才发现 骑虎难下 郁闷的时候 只顾宣泄情绪 事后才后悔 伤害了最关心自己的人 人这一生 一旦被情绪牵着走 就很容易生出 许多无畏的烦恼 演员黄磊 曾在女儿生日的时候 分享了几张 和女儿的合照 本想收获祝福的她 却很快读到一条恶评 这小孩笑得真恶心 但也难怪 有其父必有其女 黄磊气不打一出来 当即就要回对这个评论 妻子却问她 你现在这种状态 能争出个所以然来吗 黄磊这才冷静下来 而等到情绪平复之后 她意识到 这种刻意重伤的评论 只要不去理会 很快就会自行淹没 如果仗着气焰去争执 非但把评论区 搅得乌烟瘴气 要是有人 把对骂的内容断章取义 还可能引出无数风波 与其如此 不如把用于情绪 发泄的时间 留给真正值得的人 隔颜连臂中有言 有才而幸缓 方属大才 有志而契合 思维大志 生而为人 有情绪是本能 不被情绪牵制 才是本事 与其在狂喜中 变得忘乎所以 在愤怒中 变得敏感脆弱 在愿意中 变得自暴自弃 不如平心静气 从情绪的枷锁中 解脱出来 认真理性地接纳生活 屏蔽外界的干扰 不知你可曾有过这样的经历 信誓旦旦想要达成的目标 别人一个眼神 就开始瞻前顾后 分配任务时 想毛遂自荐 却因一两句质疑 便忍不住打退堂鼓 明明有自己的想法 却被外界的目光所左右 至始至终活在别人的影响下 但正如一句名言所说 人要有自觉于外的勇气 因为这是成功的秘诀 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 曾前往欧洲参加 音乐指挥家大赛 可就在演出开始后 没多久 小泽征尔指挥的乐曲 就出现了不和谐的旋律 在如此高级别的比赛中 人们都在想 小泽征尔是不是指挥错了 可小泽征尔却毫不犹豫地 向评委反应 乐谱有问题 然而 在场评委郑重声明 乐谱不会出错 是他指挥的问题 面对数十名乐坛太陡 小泽征尔丝毫没有动摇 不 一定是乐谱错了 话音刚落 前一秒还气势汹汹的评委席 立刻响起了掌声 原来在评委们看来 身为整个乐团的指挥 必须时刻相信 自己手中的指挥棒 倘若轻易受人影响 对自己的判断产生怀疑 那么拥有再好的乐感 也很难成为一流的指挥家 生活中很多事情 也是如此 哈佛大学曾做过一个 长达25年的跟踪调查 对象是一群智力 学历 环境等条件 差不多的年轻人 在这些人当中 87%的人目标模糊 基本上是别人说什么 就做什么 10%的人有3-5年的清晰目标 并且有较强的执行力 3%的人则拥有10年以上的规划 不管别人说什么 都始终坚持自己的目标 结果 绝大多数人都在今后的20多年 理活得随波逐流 又常常抱怨社会的不公 而那些能够坚持目标 不在乎旁人看法的 才最终成为时代的中流砥柱 在这嘈杂喧嚣的世界 真正厉害的人 都把人生调成了静音模式 专注内心的追求 先有千万人无往以的勇气 才会有出于千万人的人生 让生命化繁为简 许多领域中都有个二八法则 意思是说 80%的资源在很多情况下无足轻重 真正有用的只占到20% 一辆高档轿车 80%的时间都在闲置 一部顶配手机 80%的功能都不会用到 买来的东西 80%都在储藏室里落灰 所以一个人的境界 并不是体现在他能得到多少 而是能懂得大到至见 以简欲凡 企业家格勒汉姆曾在演讲中说 当你在校园里学习 你只需要一间宿舍 当你外出旅行 你只需要一间客房 当你也赢的时候 则基本什么也用不着 年少成名的他 也曾有过一段物欲横流的生活 他往生命中塞满了奢侈物件 高档酒会 拼命向别人炫耀自己人生的逆袭 可是很快他就发现 稍纵即逝的虚荣感被满足后 过多堆积的欲望 反而让自己身心负累 面对拥挤闭塞的房间 凌乱不堪的摆设 格勒汉姆逐渐意识到 生命本该是一个去无存经的过程 他清理掉家中所有东西 只保留日常基本所需 消遣式的社交 他也一并推辞 转而享受独处的时光 回归简单纯粹的生活 格勒汉姆才终于觉得 找到了精神上的富足 和心灵上的慰藉 有句话说得好 生活简单是清欢 人心简单是幸福 学会简单就是不简单 每个人生都好似艺术家手中的雕塑 都有趋于完美的机会 只要剔除多余的部分 前半生月尽繁华 与生月你回归精神上的内敛 剔除生命中80%的无谓追求 才能把简单有意义的生活 修炼到极致 作家马丁有一句话 真正的自律不是往外 而是往里 是在精神上提出要求 在将这种要求 潜于莫化成做人做事的准则 普流之姿 望秋而落 松柏之志 金霜油帽 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也是如此 关键还在于内在 唯有精神上的修行 外在行为的自律 才会变得水到渠成 往后岁月 愿你忠于自己 行眼乐视 不受羁绊 身无负累 在这喧嚣浮沉的城市里 修得精神的自律 活出灵魂的自由